好的 在购买中古车的时候 其实大家最怕遇到的就是 可能会碰到事故车 可是我们认为的事故车 跟一般中古车行 他们认为的这个事故车 定义到底是不是一样的呢 Kevin 我想要请问一下 像你定义的这个事故车 到底什么样才叫事故车 事故车我们有分两种 一种是重大事故 跟一种是小事故 可是我们要去哪里查说 这个东西是事故车呢 我们一般如果要查到重大事故的话 第一个就是要看车子 有没有做过维修 曾经有没有做过维修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看看保险有没有 曾经有没有理赔过 请问在车上 就是自然往生跟 比如说发生了意外的往生 这样子也叫做事故车吗 这种如果是人为死在车上的话 我们称之为人生事故 中古车商他们也会 上面不会注明 这无法注明 这个的话就是比如说 如果你担心说去跟中古车行 买到人生事故车的话 你可能就是要 第一个要找熟悉的车行 第二个 这个车行要可以信任的 比如说网络大家都说OK 然后老板也都OK 所以才有可能告诉你说 这是否曾经有怎么样过 这样子 那我再请教Kevin 如果说我很担心说 这到底是不是人生事故车 甚至于说我也不太相信 比如说车商讲的 那我可不可以在 我购买的合约里面 最后我自己付诸一条说 如果我买到人生事故车 或者是这个是事故车的话 我要全数退费这样 这可以 你就是比如说你有想要的 比如说人生事故 有重大事故 或者说有泡水 曾经是否当过计程车 这些你有疑悦的东西 你都可以备注在合约书上 如果照合约书不符的话 都可以做退费 我知道现在其实有很多的 就是像联盟的车商 他们的合约其实都很完整 可能已经都把这些条款 都固住在里面了 但是也许有一些 不是属于联盟的 那个人的车行 那它可能是比较简单的 合约书的话 我自己也可以写吗 当然 如果他说不能写 不能写的话 就不要买 就可以不要买 OK 懂了 没人 就 Opera 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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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做 这些死亡的 已经不能写了